比如說HGP裡面已經有給我產生這前十名 可是我們發現這前十名這些字好像似乎就不是前十名的內容 但問題是它這些字到底應該字數是多少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需求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是先把每個字拆開來 再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得到它的字品畫一個圖表 可是問題顛倒過來看好了 假設我今天不是用樞紐分析表 而是我現在插入一個表格在旁邊 這個表格裡面我希望知道什麼 關鍵字 關鍵字的話就是來源就是這些 比如說人 這個這什麼 這要怎麼一個 變成說你要把這幾個字 比如說我要找人這個字 在那個什麼 就是三字經裡面出現的字數 所以這邊有一個是次數 次數 次數 所以我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關鍵字 然後它是什麼 知對不對 人知 不為知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不為知 好像剛剛有出現 然後還有什麼 它這邊底下是 俄學3 然後還有什麼 俄學3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啦 字跟善 然後還有什麼 字跟善 當然看起來好像都還蠻有道理的 可是問題來了 真相是如何 如果假設我有一個需求 顛倒過來 這個是根據那個TrackGPT的結果 那如果呢 我希望得到這個次數 所以特別注意 總共有10個 這個 然後我把它框起來好了 我用那個框線框一下 然後這邊 我習慣是把它這個字 填一下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OK一點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有個問題 我希望呢 把TrackGPT給的詞名 做驗證看看 到底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呢 它這個次數對不對 那怎麼知道 那如果我想知道人 在這個文章裡面 出現了次數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你說老師 那這個文章在J1 那我可不可以從J1裡面 去幫他每一個查 查完之後呢 如果出現 就是加1 出現就加1 可是問題是這樣好像很難 這個好像不寫程式應該是沒辦法 函數裡面 印象中是只有Find Find跟Search 可是Find的話 它只能找一次啊 如果你要再找 除非你跑個回圈 或者跑一個這個陣列 好像也太難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換一個方式 就是如果我要找的 就是我已經拆開來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它算完 這邊有一個嘛 那總不可能用人工慢慢算吧 你總不可能說 是我用函數F 然後慢慢去尋找 不可能啦 所以呢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是利用 這邊注意喔 這邊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之前好像有用過 叫做countif 這邊統計類裡面有一個叫countif 如果不寫程式的情況下 其實內建的這個函數 那你可以用countif 那countif 顧名思義嘛 它是計算如果哪個條件 條件就是人這個字 在哪裡出現呢 在某個範圍裡面有被出現的話 那如果出現一次就假1 出現一次就假1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按確定之後 那範圍在哪裡 範圍其實就是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範圍指向字屏裡面的 哪個範圍呢 記得喔 從那個a2有沒有 到應該是 冒號 自己加一下 a的1417啦 ok 那這個範圍其實就剛剛 樞紐分析表的那個 那個選的範圍 有沒有 從a2到1416加1 ok 這個範圍 那條件的話呢 就是直接指向哪裡 指向這個關鍵字 人這個字 那你會發現喔 很快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發現 13個 OK 那我們 在按確定之前喔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因為我還要查其他的嘛 所以如果假設我還要再查其他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因為向下填滿範圍不能跑掉 所以記得喔 把a2 2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1417加一個前的符號 ok 這個把它鎖起來 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底下的總字數 就會馬上出現了 他這個在 比如說這個關鍵字喔 在這一個 嗯 這個三字經裡面出現的次數喔 馬上就會有答案 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理論上應該好像算是多的啦 像人這個字13 也算多的 11次也算多的 不過呢 有一個字好像出現頻率沒那麼高的 他卻把它加進來 就散這個字 明明只有三次我看一下 他是第十名 但是他這個地方好像就 只有三次 為什麼把它列在第十 那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 ok齁 那 知的話七次 然後為也是七次 所以理論上喔 有幾個其實並不是排在前面 像那個三的部分喔 他也不是排在前面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啦 就是用這個 算次數喔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conif喔 幫你做一個統計 你可以檢查看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我剛剛是另外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做ChargePT統計 然後呢 這個統計結果就是拿那個什麼 ChargePT 它列出來前十名 我再檢查看看它對不對 那我用的這個 這個 函數的話 就是ChargePT 那個 conif喔 去算一下 它的總 總字數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剛剛那個關鍵字部分喔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我把這個關鍵字 也選一樣喔 把它放在原端白板上面喔 你們再到原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如果假如你要利用 你要利用它已經給你的答案 你要去統計的話 你可以用countif喔 所以countif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ok 那後面的話喔 我還是希望說 最後是不是能夠做一個檢索 檢索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關鍵字我知道 但是你跟我講說13次 可是問題這13次到底在哪裡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13次的結果 幫我列出來 這樣的話我感覺好像比較有個根據喔 可是問題 我們最後乾脆 再做一個檢索系統算了 你說 在ECL裡面有辦法做到嗎 絕對可以 只是要怎麼做的問題 那待會再來看好了喔 先下課休息一下喔 謝謝 我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